有自己的问题吗 现在还是算是密闭的致死呢 有没有他杀的问题吗 检察官和法医来到二宾商业遗体 因为就在二号晚间十点多 两名中皇工人离其死在台北市内湖 一处施工的民宅内 还死在床板底下 这案情会曝光 就是因为24岁江西男子 和27岁林县男子 傍晚干下班回家的时间迟迟未归 晚上十点多 两个人的妻子和女友到施工现场找人 走进房内空荡荡 打了电话听见床底下传出手机铃声 一掀开这两个人 竟然倒在合适设计的置物空间 警方调查案发现场是一个小套房 走到进去最里面有两个房间 但死者倒卧的床板是在客厅旁 有地板架高的合适储物空间 两个人头脚不同边 当下盖子是盖上的 家属掀开来后 没等警销道场先把遗体拉出来 他们之前上班有异状吗 家属低头不语 但对死因人充满疑问 因为他们俩从事木工都不是新手 在中黄公司同事好几年 十一月中旬一起到内湖施工 没想到早上七点半出门工作 傍晚没有回家 当警销与家属发现他们 已经成了冰冷遗体 未确认死因 以指示法医进行相关裁业 并将安排电脑断层扫描 以紧速查明 整体案件疑点重重 检警除了要厘清死因 也要调阅监视器 确认这段期间 有没有其他人进出 不排除任何侦办方向 TVBS做什么都 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 记得下载TVBS新闻网APP